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没人养问题 第一话说你看我这个菊梗是死了还是活了呀 小梗哈我习惯性的喊菊梗你们别学我就行了 哎发现现在浇个养花还得浇中国话 这个菊梗呢现在就缺水宝贝 一定要给足水 就像我们前两天也给花儿没说 干透的时候要浇透 整个的给它泡起来 好吧 嗯下个臭宝哈 老花一我这字字花咋的了 怎么怎么的的我看看 哎呀黄了一两个叶子 很正常很正常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光照给足正常养护 下边黄两叶子不很正常吗 我就说我说你谈了个女朋友 先谈个女朋友 长不漂亮 你说你前女友 哎呦跟他跟他现在的这个怎么怎么 吵架了脸哭花了 关家事 哎呀关家事没家事 哎呀 家伯家伯杜鹃叶子这样生病了吗 哎这也是前女友的事 是吧老叶子有一两个很正常 杜鹃花呢喜欢空气湿度高一盒 你可以弄个棚 有的话说哎呦 我们可有不起你这个钱弄大棚 我们这个是个二棚 当然了我也做了一个那种小三棚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小棚 我给他提高一下空气湿度 你像空气湿度高的时候 他并不怕太阳晒 你看人家南方是吧 人家都能露天地灾 这咋回去了 所以说人家南方很 花一哥 这只花养一年多了 快秃了 怎么办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不都出花苞了吗 这挺好的呀 你说他掉叶子 一般这种重生的大叶牡丹 这种我跟花尔蒙也不止说过一次 它呢是相互之间会竞争 会增强营养的 它肯定是会显得有个别的不好 还有一个呢 它里面那个土呢 大多都是那种胶泥土 时间长了以后呢 要么就干不透 要么就胶不透 还闷根黏糊糊的 尽量的选单杆如磕的 用一样康土的 或者说用沙土的 或者说用营养土的 会更好养一点 尽量的不要挑战这种重生的了 对你们新手来说太难了 好吧 还是那句话 给烛光照 笑球不知道咋的了 能帮忙看看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目前有些缺肥 这种叶子皱皱巴巴的呢 是有一些个小虫子 之前吃过它 类似于鸡马这种小虫啊 不过问题不大啊 问题不大 正常养护就好了 正常养护 看样子像无尽下 新老叶开花 现在还有点缺肥 花多多一号 一千倍的比例 正常的时候 该对水的时候 对水焦 不要强光暴晒 好吧 您那个挺适合养的 我看的 就是室外 虫子比较多 别的没啥 下个臭板 花一个月季白粉病啊 用了这个一次 没有好转 还更加严重了 这个就修剪吧 宝贝 如果说通风不好啊 闷热啊 潮湿啊 你再用那种杀菌药的时候 一定要加大量 你要五百倍 你就不能再按照 这种一千倍了 你得加量 喷的时候呢 尽量的上下都喷到 光照给注意一下 实在就不行 就只能下剪刀剪 让它重新找 这个叶子问题都不大 喷药的时候呢 正反面都要喷 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 不要入口 好了 今天养花问题 比较简单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别老挂机 你前女友的事 养花很重 咋啊 嘿嘿 白了 白了